一早学生们身着自己族群的传统服装进入校园 这是他们第一次穿着族服到校上课 不仅感到新鲜 有的学生还为此像亲友借了一套穿在身上 希望在族服日当天展现自己族群的服装特色 为了这一次的族服 从台北的亲戚那边借来的 然后他也寄过来 然后那个舅舅也配上得好 蛮开心的 就是可以穿自己的束服 然后可以到这个学校上课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族群的服装 台中和平区和平国中实施民族教育 虽然学生以泰雅族为多数 但校内还是有少数其他族群的学生 因此族服当天除了泰雅族外 还可以见到学生穿着阿美族 甚至爬丸族的族服 就连老师也难得有机会 能穿上自己的族服到校上课 让校园呈现跟平常不一样的生气与风貌 和平国中是以泰雅族为族的学校 所以有很多的活动或是表演 我们其实都是穿泰雅族的衣服 那因为我并不是泰雅族 因为今天有很多老师有问到 我衣服上的一些图示 或者是它代表的含义 我想要让他们感受的 不是说穿族服就是 可能一个活动啊 或者是一个表演 它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种生活而已 那透过这一次他们穿族服 有些学生也开始慢慢告诉我说 老师我家里面也有自己的族服 也鼓励他们去找回自己的衣服 发起族服日运动的文化教师表示 学校实施民族教育 原民传统服饰自然就是一种活教材 因此建议学校可以不定时的找适合机会 让学生老师们一同穿上自己族群的服饰 到校上课 让大家借这样的机会 去认识族服代表的传统文化 原始新闻LOW台中和平 联邦报导